美國華裔舞蹈協會舉行中華舞篇 兒童青少年舞展 為協會三十週年大慶 獻上亮眼的成績單 那麼協會旗下每一個舞蹈教育團體 在舞蹈教師和學生的努力之下 各自展現賞心悅目的 中國特色民族舞蹈 成為一年來的教學成果展 吸引近簽名觀眾 前往欣賞這場南加州 一年一度的舞蹈藝術公演 美國華裔舞蹈協會 在超過百年歷史的洛杉磯盛盖博大劇院 舉行一年一度的中華舞篇 兒童青少年舞展 這場舞蹈藝術盛會 吸引上千民眾前往欣賞 舞者們在後台忙著拉筋做準備 由於适逢華裔舞協成立三十週年 因此今年的中華公演陣容龐大 美國華裔舞蹈協會在海外 經過了三十年的努力 把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傳統舞蹈藝術教育給下一代 每年一度的中華舞篇大展 不只是一年來的教學成果展 也是我們用傳統文化和國際交流的平台 感謝每位從事民族舞蹈教育的老師 也感謝努力學習中華文化的年輕學生 我們會繼續努力發揚光大 發揚傳統文化 讓國際社會認同我們美好的舞蹈藝術 曼妙的舞步透過音樂旋律傳達出各民族 獨特的風味 有敦煌飛天的仙子 活潑動感的歹族姑娘喜慶舞會 融合國際精華的水秀與彩帶 散發柔美的魅力 除了展現師生心情的成果 也發揚中華特色文化 華裔舞蹈協會30年來 持續在南加州地區培訓海外僑胞子弟 學習中華傳統民俗舞蹈 從音樂 服裝配飾造型 歷史典故絲毫不馬虎 每個表演團體也都卯足全力 在舞台上做最完美的演出 美國華裔舞蹈協會今年邁入第30年 很高興他們長期以來 培育那麼多青年的選手 而且舞蹈的愛好者 讓這個活動能夠永遠傳承下去 在這一個活動上 他們歷年來的表現也都精彩地演出 相信這個活動能夠非常地展現出 我們中華的特有文化 以及台灣的特色 18個舞蹈團隊 數百位舞者和工作人員 不同民族特色的動人舞蹈 一一展現 演出不只是推動舞蹈藝術 更進一步宣揚中華文化 最後 賴陽神會長帶領全體師生 一同謝幕 也承諾將傳承歷史 明年新編無碼與僑胞們再相見 台灣宏觀電視 日管仁清美國洛杉磯採訪報導 頒 中華文化 十分